好,我们继续看 刚才讲过了 那个重点整理用铁钥匙 镀铜,可以镀很多东西啊 现在我变成问你 铜汤匙镀银 把刚才的话 再问一次 就是重点一跟重点二 谁要在正极 谁要在负极,正极半满意 负极半满意 第一个 铜汤匙镀银 铜汤匙在哪一起 铜汤匙要长出银 刚才让你记住 金属在哪一起长出来的 负极 所以铜汤匙镀银 同样放哪一起 负极 那银呢 正极 然后刚才的注意事项 最后的其他注意事项 要还有你镀木的金属磷子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放的是镀银 所以还有谁的 还有什么东西 哪一种离子的电镀银 银离子 很好 国中程度你学过什么玩意儿会有银离子 你们只学过一个 你们只学过一个 只看过一种 硝酸银 前面那个是国中生学过的硝酸银 所以你答案只会写谁 你答案只会写硝酸银 后面那个是现实生活真正在用的 银清化假 真的在用是用银清化假 OK 现实生活真的用银清化假 不过你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所以你不会写这个答案 你只会写硝酸银 重点是我要镀银就要含有谁 要含有银离子 我要镀银就要含有银离子 OK 谁在镇谁在副 然后呢 刚刚的其他注意事项 还有一个正极半反应跟负极半反应 正极半反应 来明示你了 就把刚才那个镀铜铜都改成谁 铜铜改成银 刚才是镀铜对不对 那就把所有的铜都改成银就对了 那半反应是谁 还有一个问题你可能忘记了 银几架 A基几架 A基是正一正二正三 正一 A基是正 那所以要怎么写 正题半反应 把刚才的铜换成银 那反应要怎么写 正题是要银变成银离子 所以就变成 A基就生成A基正 那负极呢 负极呢 负极 负极啊 刚才讲过把刚才的铜变成什么 银吧 所以负极半反应是谁 负极 负极 变成银 好 又再玩那个重点了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色还变浅 好 来正题质量 按反应 银变银离子 所以知道正题质量会怎样 减少 负极质量会怎样 那长出银啊 所以负极质量会怎样 增加 我这里问浓度 我没问颜色 为什么不用问颜色 因为它无色啊 浓浓的无色是无色 蛋润的无色还是无色 所以就不要问颜色 就问浓度 应该正题的时候要问的是 银离子的浓度 银离子的浓度 他请问你 银离子的浓度会怎么样啊 增加还是减少啊 增加还减少啊 刚才讲过了 这浓度会怎么样 啊 大声 你知道吗 很好 大声一点 没关系 不便 我们小小的动脑时间 就把刚才的话再讲一遍而已 就是 把你需要背的事情再说一遍 等一下要有别的练习 一样 把这些话都再说一次 再做一次 把该背的背好就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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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